和江车订婚的前一晚 我在台球市撞见他 亲了我带了两年的徒弟夏克 一吻落下 夏克捧着江车的脸 问他是不是爱惨了我 我亲耳听到了江车的回答 我对何宁似乎只有亲情了 我不知道我是爱他 还是习惯他的存在 我好像对他没有新鲜感了 但他是目前最适合我的结婚对象了 那一刻 我的精神世界轰然崩塌 我毅然决然地 切断了与他所有的联系 跑去国外 五年后 我再次回到安城 朋友们为我庆祝 有个朋友同我说 安宁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听说昨天上午夏克已经搬进了江家 我微微皱眉 需要做什么心理准备 江车不就是喜欢上了我的徒弟吗 我这师父准了 我说的云淡风轻 却被在场的一个朋友 全程录下视频 发给了江车 当晚 还在外地出差的江车 推掉了手头上所有的工作 连夜赶回了安城 我这次回国 是被国外总公司 派回安城开技术指导讲座的 安城分公司 是我打拼了八年的地方 在这里有很多认识的朋友 还有一个最好的闺蜜苏仪 才下飞机 我就被他们接到了酒吧 我们举杯共饮 相谈甚欢 中途的时候 有个朋友 突然对我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安宁 你好做好心理准备 我听说昨天上午夏 可已经搬进了江车家里 夏克 江车 我偏头想了想 似乎 一个是我徒弟 一个是我同事 我很不理解 他为什么突然这样说 我微微皱眉 需要做什么心理准备 江车不就是喜欢上了我的徒弟吗 我这师父准了 其他几人去 了一声 闺蜜苏仪 却满是担忧地看着我 安宁 你真的彻底忘记江车了吗 看着大伙匪夷所思的表情 我很是不解 江车 在我记忆里 只记得有这么个人 不存在忘记 我悠悠回复 你们好奇怪 难得见面一天说 江车这个外人干嘛 接着喝 众人狐疑地盯着我看了一会 其中一个道 安宁 好样的 就该把江车这个渣男前任 望得光光的 前任 哦 我模模糊糊想起来一点点 他曾经是我的男朋友 我没有夸大其词 我现在的记忆里 对江车 真的是很模糊 只知道 他是我分手的前任 我和江车 是在进入安城公司后一年半 正式在一起的 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 从户部对付到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那时候 公司也不禁止办公室恋爱 我俩形影不离 羡煞旁人 公司里的所有人都说 江车爱惨了我 眼中除了工作就是我 再也容不下其他 我以为 我们会一辈子这样下去 像所有人预期的那样 幸福地走进婚姻殿堂 升一个足球队 然后一直在同一家公司 并肩作战到退休 可我却在准备 与他订婚的前一晚 在我们俩经常去的那家台球室 撞见他亲了夏可 夏可捧着他的脸问他 是不是真的爱惨了我 他对他说 我对何宁 似乎只有亲情了 夏可微微一愣 也对 你们都认识快七年了 爱情早就变成了亲情 阿彻 正常的 过了一会 江车又接着说道 我不知道我是爱他 还是习惯他的存在 夏可又摸了摸他的脸颊 江车并没有抗拒 阿彻 你真的要跟他订婚吗 夏可又问 江车顿了顿 悠悠道 我好像对他没有新鲜感了 但他是目前最适合我的结婚对象了 八年的时间 他改变了太多 的确 我想过 我和江车的感情 总有一天会变 但我接受不了那个人是夏可 夏可是公司分给我带的徒弟 他大学毕业 进入公司的第二天 就开始跟着我 他性格内向 文静乖巧 但有着和我一般的韧静 或许是在他身上 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 我认认真真地带他 一点点传授给他 我慢慢积累起来经验 为了让他快速融入公司的圈子 我还主动带他认识自己的朋友 包括作为男朋友的江车 江车见到他的第一面 开玩笑地说 夏可 夏日可乐 但我觉得 你更像向日葵 原来 原来 一切在那个时候 就有迹可循了 那天 我在台球室 听到他们两个的对话 心如万一肯是斑痛 我用了八年的时间 来第一次那么用力地喜欢一个人 却得到这样一个结局 我不知道当时的我是怎么回到家的 迷迷糊糊中 晕倒在苏伊的怀里 他送我去了医院 我在医院昏睡了三天三夜 醒来后 我不再开口说话 对周围的一切失去兴趣 甚至莫名的哭泣 和暴饮暴食 苏伊强硬地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得出的结论是 我遭受过极度的悲伤后 得了中度抑郁 必须进行科学的治疗 否则今后可能会发展为中度抑郁 找了三次心理医生之后 我同苏伊说 我想去国外看看 出国那天 是苏伊送我走的 他以为我只是出国患患心情 却不知道 我是去做了 MECT电修科治疗 在国外的五年 我连续做了九次 MECT电修科治疗 也渐渐遗忘了那些曾经 与江澈有关的情感 除非强迫性地进行回忆 否则 我只记得 我有一个同事 叫江澈 我俩还一直互不对付 仅此而已 从酒吧出来 我坐上了苏伊的车 阿宁 他一边开车 一边焦急地看着我 你没事吧 我忘了提醒他们 不要说江澈的事情 他们说的那些话 你别介意啊 不会啊 谈恋爱分手很正常的 江澈对于我 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前任而已 是真的 经过九次的MECT电修科治疗后 已经让我不容易回想起来 那段与他在一起的回忆了 大多数时候 我完全可以全身心地 投入到工作里 不会主动去回想了 除非被别人提醒 我会猛然想起 还有这么个前任存在 但内心并无波澜 苏伊并不知道 我出国是做了 MECT电修科治疗 他以为我是患了一个环境 已经慢慢放下了 曾经的一切 他叹了一口气 你能这样想啊 就是最好的了 刚才我看到李哲拍视频了 估计他已经 发给江澈了 果然 第二天一早 有个朋友就给我发了消息 阿宁 江澈已经回到公司了 待会你讲座的时候 可能会看到他 嗯 我回复得很是平静 同时 在公司见到很正常 朋友的消息又发来 他快被胡总骂死了 凌晨的那个项目 他说丢就丢 估计就是知道你回来了 哦 我又只回了一个字 朋友又发来一张照片 我点开 一个身穿蕴烫 平整西服的男人 匆匆地走进公司大门 我虽然能够想起 江澈是我男朋友的事 但对于他的容貌 我几乎没印象了 我放大看了一眼那张照片 快速在自己的记忆里 搜索着这张脸 结果是 查无此人 江澈 我目前真的只记得他的名字 朋友们告诉我 这个男人曾经伤我入骨 我差点连命都丢了 我无法想象 一点记忆也没有 但我手臂上 那一道又一道 深深浅浅的疤痕提示着我 这一切或许是真的 可我都忘记了 就代表都过去了 不是吗 回安城后的第一场讲座很成功 结束后 我一个人来到茶水间 刚冲好咖啡 到沙发上坐定 一名男子走了进来 身材高大 宽肩斩腰 身姿挺拔 但状态 看起来很疲惫 看着那熨烫平整的西服 我马上反应过来 面前的男人是江澈 阿宁 我张了张嘴 不确定地问 你是在叫我 江澈紧紧盯着我 眉头却皱了起来 和宁 我找了你五年 江澈低哑着声音 像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 他无助地看着我 眼里透露出满满的破碎感 我嗷了一声 点点头 是分手后 还有什么事情没算清楚吗 如果算清楚了 都分手了 不就该各自安好吗 他正了正 眼底的受伤情绪 异样明显 五年前 我们隔天就要订婚了 结果你突然不告而别 凭空消失 连一句话都没留下 和宁 你的心这么大的吗 还有 在你那里 我算什么 他的语气 隐隐含着一些愤怒 仿佛不可置信 我既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觉得 这个叫江澈的人 让我很烦躁 我们虽然曾经是男女朋友 但毕竟分手了 好马不吃回头草 这是中国一直以来的硬道理 而且 我五年前出国 是自己申请的 要到总公司去发展 我的人生规划 我不觉得 应该像一个已经分手的前任交代 当然 我没有对江澈说狠话 这么多年 混迹于职场 我早就练就了圆华的性子 得罪人的话 我不会直接说出口 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我使劲回想了一下 还是只能记起 他就是我的同事 和已经分手的前任 脑海里 关于和他的其他的 一丁点的画面都没有 我断定我当年 或许就是因为 完全不爱他才分手的 想到这些 我定了定神 露出一个标准的职业假笑 按照平时谈合作时的 官方口吻道 嗯 你算我的前任 以前有得罪的地方 还请你多多见谅 所以 你一直找我是为了什么 现在有什么 可以帮助您的吗 这些话 我自认为回答得滴水不漏 没有任何问题 可江澈却好像 完全无法接受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咬着牙 看着我 和宁 他嘀吼出声 你要装到什么时候 你以为你摆出这副 巨人鱼千里之外的表情 就可以撇清我们的八年了吗 江澈一脸烦躁 深不见底的同谋 变得灰暗 我莫名觉得 他的目光怪异至极 当年 我因为爱不上他而分手 这合情合理啊 我现在脑海里 关于和他在一起 时候的记忆 一点都没有 就足以证明 我一点都不在乎 面前这个男人 我不想再继续 跟他掰扯下去 也不想费脑 去思考这种 复杂的人际关系 和去揣度 他的心理状态 我想要拿包起身走 却见江澈 想要上前拉我 我连忙拉开了 跟他的距离 一脸惊恐地 看着他警告 江先生 请你保持跟我的距离 别碰我 看着我的眼神 江澈眉头皱得更紧 顿了顿 他还是向我保证的 好 阿宁 我不碰你 刚刚好这个时候 包里的手机铃声响了 打电话来的是裴职 我在国外的客户 也是我的现任男友 因为工作相识 因为三观相知 因为共同追求相爱 在国外的时候 我们共同的朋友 都这样评价过我们两个 简直郎才女貌 太配了 裴职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没有和我坐一趟 飞机回国 喂 阿宁 我刚到洛帝安城 你在哪 我来找你 门罗国际大酒店 好 说实话 几天不见 我真的有点想念裴职 裴职非常爱我 是他把我从深渊里拯救出来 在我以为我的情感波动 或许被磨平了的时候 是裴职的出现 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欢喜 痛苦 焦虑 不安 我觉得我也是爱他的 但横在我们俩之间 现在有着一条很大的鸿沟 那就是 裴职根本不能碰我 他一碰我 我就会全身起红疹 甚至是呼吸急促到窒息 其实不光是裴职 是所有的异性 都不能碰到我 医生诊断后说 这是由于我遭受 极大的悲伤后 留下的应激性创伤心理障碍 所以我们俩的谈恋爱 不能像一般情侣那般 牵手逛街 不能有任何的肢体接触 情到深处时连最简单的亲吻也无法做到 又聊了几句 我和裴职才依依不舍地挂了电话 挂掉电话后 我才想起 茶水间还站着一个人 这里不是我家 我没有理由赶人 但江彻似乎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他还是一直盯着我 我转过身 用那种极度冷漠警惕的表情盯着他 这一次 不用我再重复 江彻便道 阿宁 我不碰你 你别紧张 他的声音又哑了几分 像是声声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你别多想 我现在很抵触异性碰我 我担心江彻又过度解读我的反应 很是平静地解释了一句 话落 我明显地看到他的眼里 闪过一抹痛楚 但那又怎么样呢 我根本不在乎 正当我斟酌着 怎么开口告辞的时候 江彻自己先说话了 和宁 你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了 我点点头 又摇摇头 我看到江彻的眼里 燃起了一丝光芒 我接着不紧不慢道 我应该是从来没喜欢过你 话音未落 江彻的脸上 瞬间染上满天的失望 连上眼里燃起的那丝光芒 都消失殆尽 他又试探性地想要靠近我 我往后退了几步 满脸认真地告诉他 江先生 我男朋友来接我了 话音落下 茶水间的门被打开 裴侄就出现在门口 我抬头 刚好看到江彻和他四目相对 他们的眼中 都带着雄性动物的战有欲 裴侄静止走向我 阿宁 我也微笑着换他 阿侄 看着我挽起的唇角 江彻脸色微微一变 下一秒 他还是强装平静地问 这就是你男朋友吗 裴侄这时候 也终于认出了江彻 看着他的眼神 多了几分不喜 早期 我还没有进行多次 MCT手术的时候 我给裴侄说过 我和江彻的故事 现在 我忘记了 裴侄却记得所有 他怕江彻碰我 微微侧身挡在了我身侧 阿宁 你就不打算介绍一下 江彻又问了一遍 语气 比刚才生硬了几分 我虽然觉得 没必要向他介绍 但还是微微一笑 我男朋友 裴侄 画出口的那一刻 我看到江彻身形 微微一晃 沉默了一回 我以为他 终于可以像一个死人一样安静了 然后他还是说话了 他像是猜到了什么那般 阿宁 我知道了 你是因为夏可在生我的气对不对 他的语气里满是忧伤 还夹杂着一丝紧张 你别多想 这五年 我跟夏可根本没关系 关我什么事 和我解释 这些干嘛 哦 我随口敷衍了一句 江彻自顾自地说道 他虽然因为设计住进了江架 但是他住进去的那天 我就搬出来了 我依旧很平静 他低着头 仿佛鼓起了很大勇气 斟酌着说 我还听说 你当年在台球室撞进了我和夏可 哦 江彻眉头皱了皱 但还是那下性子接着说 那天他说 让我给他一个吻 他会永远不再打扰我们 所以我才 不管江彻对我说什么 我全部都用欧来回答 终于他好像被激怒了 他猛地抬头 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眼眶隐隐泛着红 和宁 你除了欧之外 还会什么 他真的怒了 都不好我阿宁了 嗯 你一定要故意表现得这么冷漠吗 江彻声音都是颤抖的 他伸手要来拉我 手背早有防备的裴纸 一把甩开 江先生 请自重 江彻瞪了他一眼 你闭嘴 再看向我 语气又降了几分 阿宁 我们在一起八年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们一起上班 一起加班 偶尔还会忙里偷闲 一起逛街 再看一场电影 最后总要跑到南街 买一瓶你最爱喝的珍珠奶茶 奶茶你只喝那家的 每一杯你生我气的时候 我只要买来那家的奶茶 你就立马高兴了 他不停地翻简着过去发生的事情 好像这个样子 就可以证明我们以前有多好 甚至是多么相爱 他说 阿宁 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好不好 我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他讲得很深情 可我只觉得无聊 无聊又倦怠 我说 不好意思 我都忘记了 听着我说的话 江彻像是失掉了所有力气一样 颓唐地站着 为什么为什么 阿宁 我们曾经那么相爱 我无动于衷 够了 江彻还准备继续说 裴侄打断了他 阿宁最近身体才刚恢复 我不想再因为 你让他又出现什么情绪问题 裴侄的话音才落 江彻一下就炸了 身体恢复 情绪问题 阿宁吗 他怎么了 裴侄皱着眉头 我会把阿宁这五年经历的 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裴侄说之前 看向了我 阿宁 有些事 必须让他知道 只有把话说开了 更有利于保持 你现在的状态平稳 紧接着 他转向江彻 阿宁确实忘记了你 为了减轻你带给他的痛苦 他足足做了九次 MECT电修科治疗 他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痛苦 有两次他做完之后 连他是谁都不记得了 还有一次他手术后 手脚颤抖了整整三天 MECT副作用很大 他现在一到半夜 就会全身发颤 头痛难忍 最致命的是 因为伤心过度 他还留下了 应激性创伤心理障碍 根本不能让异性触碰 一旦碰到了 他就会全身过敏 甚至窒息休克 裴侄越说越激动 但是这些痛苦 都没有你带给他的痛苦巨大 他宁愿承受痛苦 也要连做九次 MECT来忘记你 所以 江撤 他好不容易忘记了你 你放过他吧 对于江撤知不知道我的情况 我其实完全无所谓 我现在已经彻底忘记了 关于他的一切 我对他整个人都可有可无的 但是听完裴侄 原原本本的讲述后 他的情绪 却转瞬间崩溃了 他慢慢地蹲下了身子 像一条犯错了的小狗一样 想要靠近我又不不敢 看起来狼狈又寂寞 阿宁 他低声喃喃着 伸出手 想要扯住我的拇指 在快要碰到的时候 又突然缩回 头低得更低了 对不起 是我伤害了你 我错得离谱 我有时候都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说些什么 阿宁 你能不能原谅我 最后一句话 他问的小心翼翼 却自始至终 都不敢抬头看我一眼 其实 第六次MECT之后 我已经很少想起江澈了 不管是我们那几年的 开心甜蜜 还是他带给我的伤害 但后来我总在裴侄身上 看到他的影子 我又接着做了三次MECT 我终于忘记了他 所以 根本谈不上什么原谅与不原谅 毕竟 现在 对于他 我心里 已经再没有什么深刻的痕迹了 我呕了一声 他一下子抬起头 眼睛都亮了起来 真的吗 阿宁 你可以原谅我 阿宁 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吗 呃 我秀没警领 不是 江先生 我男朋友还在这呢 请你注意措辞 江澈突然就笑了 笑着笑着就哭了 后来他终于走了 整个人失魂落魄 背都弯了下去 早已没了平日里的意气风发 江澈出现的小插曲 并没有影响到 我和裴侄见面的喜悦 我俩有说有笑 并肩走到 走到公司大门口 迎面走来一个女人 我看清她的脸 过去的记忆渐渐浮现 是她 我带了两年的徒弟 夏可 那时候夏可大学毕业 一番激战后 成功进入了我和江澈在的公司 他正式上班的那天 胡总让他自己选择一个师傅 他静止地走向我 和总监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请你做我的师傅 我一定会努力的 他说 他会认真跟我学 努力做出一番事业 争取成为像我一样的女强人 那时候我觉得 他像极了出入社会的我 是那么的勇敢 没想到 单纯的其实是我 他原来口中的事业 就是通过我接近僵撤 他说的 要成为像我一样的女强人 指的其实是抢过我 成为江澈身边的女人 早知如此 我想 我当初就应该当场拒绝 拒绝做他的师傅 夏可并没有想要同我打招呼的准备 脸色复杂的 与我擦身而过 我收回视线 完全当作陌生人略过 五年 师徒勤奋早已不复存在 只是 我总觉得 夏可最后看我的眼神 充满了杀意 接下来 我再也没在公司 碰到过江澈和夏可 我倒多了份自在 本就是 从我记忆里被抹去 现在已经无关紧要的两人 不再碰面 对彼此都好 但风浪来临之前 都是趋于平静的 这天 又一场讲座结束 我照例跟在场的人 讨论着一些技术问题 突然 跟我关系还算好的李哲 听了我的讲解后 毛色顿开 一激动就拉着我的手 转了两圈 放在好朋友之间 一个平常的动作 对于常人无碍 但对于我 我开始全身扫痒难耐 使劲挣脱李哲的手 我感觉到呼吸困难 蹲下去 大口大口喘气 反应过来的众人 被我吓到了 想要上前扶我 被突然出现的僵侧制止住 我看他焦急地朝我跑来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朝他摇头 但他还是不管不顾地 过来抱起了我 靠在他的怀里 我全身红疹颜色加深 呼吸越来越困难 我强迫自己睁开眼 朝姜车无声说道 别赌了 你不会是例外 只会害死我 姜车的眼泪 滴到我脸上的时候 他终于放开了我 在几个女同事抱起我的时候 我彻底晕死了过去 好在抢救急时 我还是捡回了一条命 但整个公司的人 也都知道了 我不能触碰异性的事 我醒后闺蜜跟我说 医生对姜车说 再晚两分钟 我就彻底醒不过来的时候 他整个人跌坐到地上 像一下子被抽干了元气 我听着 毫无感觉 不想当死人的前任 差点把我害成了死人 我无法同情一个 差点害死我的人 这一点 裴侄就做得很好 我跟他交往三年 他从未以身试险 这次之后 我再没有见到过姜车 我知道 他认清现实了 在我去安城公司 开最后一场讲座的时候 裴侄早早就 等在了公司门口 我们说好下午 要一起去他家里 我出来的时候 裴侄正站在路边 他怀里抱了一束 我最喜欢的郁金香 阿侄 我开心地换他 突然 一道身影 挡住了我的去路 是姜车 几天不见 他的状态 看起来有些不好 今天穿的是灰色西装 身姿依然挺拔 但莫某里的忧伤 似乎更厚了一层 我没想到 他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只得朝他微微一笑 裴侄没有走过来 我知道他是在留时间 让我同姜车告别 阿宁 以前是我做得不对 向你道歉 姜车炽热的眼神 并没有让我觉得很自在 我皱了皱眉 姜先生 我们都放下过去 重新开始吧 说完 我就绕开他 抄裴侄走去 就在我还差几步到 裴侄面前的时候 突然从前方 跑来一个身影 快速地一把抱住我 把我整个人 拖到了一旁 随后反手 估住我的脖子 下课 你在干什么 姜车慌了 裴侄也慌了 上前几步 又满是担忧地停下 安抚着 紧紧估住我的下课 有什么你好好说 别伤害阿宁 夏可看着他们笑了 笑得很疯狂 现在的一切痛苦 都是这个女人造成的 我要杀了她 她死了一切都结束了 夏可突然降低了音量 拽着我 看向姜车 阿车 我明明那么喜欢你 可是你为什么就是看不到我 我到底哪里比如她了 姜车很焦急 夏可 有什么话 你先放开阿宁再说 不要伤害她 夏可又笑了两声 低头看我 何宁 你知道吗 我从高一 就开始喜欢阿彻了 阿彻资助我上的高中和大学 夏可越说越激动 如果不是你 大学毕业后 我们会顺利在一起 是你夺走了属于我的一切 我听着 在心里冷笑 现在 没人跟你抢她了 我早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 听到我的话 夏可更激动了 你少在这里 装圣母白莲花 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 一切都被你毁了 夏可边说主 边保往马路边拖 都五年了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夏可的声音里满是怨恨 如果你不回来 阿彻都快娶我了 夏可话音未落 江彻毫无温度的声音就飘来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娶你 我朝江彻翻了个大白眼 简直坑货前任 不害死我不罢休啊 果然 夏可受到了刺激 在看到不远处急驶而来的 一辆小轿车后 她眼神一灵 那就让她去死 话出口 她一个用力 把我朝马路中心甩去 江彻和裴侄齐齐 朝我跑来 一道刺耳的刹车声 在耳边划过 在落地之前 我稳稳地落进了一个软软的怀抱里 鼻尖充斥着我 送裴侄的那瓶香水 特有的味道 这一次 躺在裴侄的怀抱里 我没有感觉到 全身扫痒 和呼吸急促 裴侄住院期间 江彻没有来过 她给裴侄发了一条短信 裴侄 祝你和何宁永远幸福 这一次 江彻又喊我何宁 住院期间 我想起了好多事情 但都是第九次 MECT手术之前 我和裴侄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有预感 好像以后我再也不会 和江彻有交集了 她将会彻底地 完全地淡出我的人生 我提着饭盒走到门口 听到病房里的裴侄 正在和她妈妈视频 她妈妈的嗓门 和裴侄的一样 特别大 兔崽子 你这女朋友 到底有没有 什么时候才能带回家来 裴侄笑着回道 妈妈 我不离女朋友 回来见你了 兔崽子 不带女朋友 回来你也别回来了 裴侄笑着不回答了 你笑什么笑 老娘说的是真的 你小子 别给我装哑巴 女朋友必须带回来 我推开门 走进病房 接过裴侄手里的电话 对着屏幕里的人道 妈 别急 她带的是媳妇 江彻番外 连夜回到公司的那天 在茶水间 我一直不敢问出那句 阿宁 我是阿彻 你还记得我吗 那是因为 我其实从她的眼神和表情里 已经知道答案了 但是只要我不问 她不说 那我就能骗自己一辈子 我和何宁是同一天进的公司 她对于陌生人 真的很冷漠 特别是男人 几乎都不看一眼 或许 从第一面 她就把我当成了理想敌 后来 越相处越发现 她只是外表看着巨人鱼千里之外 但是 其实内心特别的温柔 善良 单纯 我觉得 她像急了向日葵 我一度沉溺其中 追了她好久好久 才让她终于正视了我 我听着朋友的教导 看书 去网络上学习 学习怎么哄女生开心 怎么攻克女孩子的内心 男友的一些体贴日常 公司的人都在说我爱惨了她 但我是真的爱惨了她 此刻 我都在想 如果我没有资助过下课 下课也没有出现在公司该多好 可惜没有如果 我和何宁 快要订婚的前一晚 是我距离幸福最近的一天 也是把我重新打回地狱的一天 那天我高兴 喝了点酒 早早就去了台球市等何宁 中途 下课过来了 她哭着向我告白 那一刻 我懵了 我一直把她当妹妹看待 却不知 她有着这么荒唐的想法 我强烈拒绝了她 她说 只要我亲她一下 她就从公司辞职 再也不会打扰我和何宁 我信了 但我了解过下课 我资助她的时候 她的高中老师跟我说过 她的报复心很强 我担心她去伤害何宁 所以对她说了那几句话 在我知道何宁听到了之后 我发了疯的去找她 她彻底拉黑了我 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给我 我知道 是我活该 是我一手造成的这一切 我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我枯燥无味的生活里 曾经有树光照进来过 是我没有把握住 但是因为 我曾经拥有过了光 所以我不甘心 我一次一次地去找她 她的闺蜜 告诉我她出国了 我把那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都快翻遍了 也没有找到她 那一刻我抬头望天 阳光依旧金灿灿的黄眼 可是站在角落里的人 怎么配拥有呢 五年了 她终于出现了 她还是曾经的那个发型 却是 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清冷模样 只是笔之以前刻意冷漠 现在更多了几分骨子里透出来的疏离 这样的她 既让我感觉熟悉又陌生 明明我是真的拥有过她的 这一刻 却是让我有种难科一梦的感觉 我蹉跎着过去 带着最后的袭击 但她的依据 江先生 让我们都忘记过去重新开始吧 直接让我溃不成军 我知道 我们再也不可能了 培植告诉我 和您经历的一切 九次MECT店休克疗法 她得多绝望地多恨我 才愿意一次次受罪 承受巨大痛苦 只是为了忘记我 知道事情真相后 我整宿整宿地失眠 吃了医生开的安眠药都不管用 我去看了医生 诊断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我产生了心理问题 以前我最喜欢把和您抱在怀里 可这次见面 我再也不能碰她了 我堵了一把 我再次把她抱进了怀里 医生说我差点害死了她 我突然明白过来 我真的不配再拥有她了 我彻底地崩溃 拖着沉重的心情逃离了医院 培植真的是和您最好的归宿 她能触碰她了 她就是她永远的例外 我亲自祝福了他们 后来 培植和和您又出国了 听说他们结婚了 我在精神病院住了整整两年 出院后 我迫不及待地去了她两在的国家 等了一天又一天 终于看到 她同陪只手玩手地散步回来 她小幅威龙 一头长发 做成了慵懒的小卷 低垂着的眉眼 一如既往的好看 即使隔得远远 万千人海中 我还是能一眼就看到她 这一刻 我心里万分清楚 现在就算是说爱 都是对她的亵渡 这一刻就算是对她的 是对她的 是对她的 是对她的